中超第21轮是联赛最后三分之一赛程的开始,本轮联赛,北京国安和广州恒大双双取胜,但上海上岗客场1比1占平华夏幸福,遭遇了阻击,本轮战霸, 连赛积分榜如下,就积分榜而言,积分45分的北京国安仍旧领跑,但单纯就积分而言,虽然积分43分的上岗落后了2分,但上岗其实仍旧握有夺冠的主动权,因为上岗如果补赛取胜,积分反而会超过国安1分,恒大积分达到了42分,但如果补赛击败上岗的话,恒大的积分将和北京国安持平, 恒大在联赛第一回合,客场和北京国安2比2占平,所以,说恒大拥有夺冠的主动权也并非不可以,所以,反而是联赛领跑的北京国安似乎没有主动权, 不过,因为三方都要相互交手,尤其是恒大和上岗要相互交手两次,国安其实也拥有主动权,目前的夺挂形势,关键恐怕是三支球队相互之间的交手,目前三支球队的相互交手赛程如下, 9月14日,广州恒大vs北京国安9月18日,上海上岗vs广州恒大9月29日,北京国安vs上海上岗11月3日,广州恒大vs上海上岗国安只有两场比赛是夺冠球队相互交手, 而且国安一主一客,其实赛程比较有力,恒大有三场比赛是夺冠球队相互交手,但恒大是二主一客,其实赛程也是比较有力,上岗有三场比赛是夺冠球队相互交手,赛程是一主二客,赛程是最微不利的, 总的赛程方面,国安三个主场六个客场,非常不利,恒大五个主场五个客场,比较均衡,上岗五个主场五个客场,比较均衡,综合相互交战的赛程和总赛程,恒大的赛程相对有力一些, 国安的赛程反而相对糟糕一些,就球队的状态和表现而言,北京国安和广州恒大,在第21轮都进入了小瓶颈期, 状态有所反复,能否尽快找回状态非常关键,而上岗近期也有些低迷,客场和重庆的比赛非常艰难,主场赢建业也不容易, 这一轮直接被华夏幸福全面压制,没输掉已经是安性,综合来看,个人认为,夺冠几率方面,恒大36%,国安34%,上岗30%,总体上非常接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